朱宝鞘 我告诉你 你少做春秋大梦 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 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 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 我就等着吃官司吧你 满脑子签签签 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 看看你这副嘴脸 亲生的也不过如此 你还在这眼上呢 我回来了 你给我听好了 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我打你了 卖成欢 卖成欢 什么事啊 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 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 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 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 我血口喷人 你勾搭我弟弟不成 就报复我们全家 行 我今天跟你没完 来 来 来 买成欢 来 你算什么东西 来 来 来 你闹闹 我跟我们家逛不去 来 来 来 我今天一直跟我们家逛不去 你跟你没完 来 成欢 欣总 怎么样了 手术了吗 你现在担心了 刚才干吗去了 我就是被吓到了 我出来冷静一下 辛苦你们了啊 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 签好了牛帽头 欣总眼光真好 找了一个这么近腿有度的人 成欢 刚刚医生都说了 手术风险很大的 欣总是来找我的手术出的事 那万一我签了字 欣家人找我怎么办呀 我告诉你 欣家早晚都会找你的 文婚 报道怎么样 怎么样 曼成欢刚帮您签了手术同意书 欣总还在想救 谢谢 谢谢啊 快去看看吧 医生 您好 医生 您好 医生 诚华 我跟欣总一定会记住你今天的安静 记得帮我们保密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供应到我爸 嘉丽 朱宝铁 我告诉你 你少做春秋大梦 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 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 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 我就等着吃官司吧你 满脑子签签签 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 看看你这副嘴脸 亲生的也不过如此 你还在这眼上呢 还不回来 你给我听好了 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妈 妈 我打扰了你 卖成欢 卖成欢 你怎么回事啊 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 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 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 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 我血口喷人 你勾搭我弟弟不成 就报复我们全家 行 我今天跟你没完 卖成欢 你算什么东西 来来来 你闹闹 我跟我们家过不去 我居然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 你跟你没完 欣嘉丽 你搞搞清楚 是卖成欢赶来医院 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 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关你什么事啊 卖成欢的事 就是我的事 欣嘉丽 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 你别在这儿乱咬人行不行 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 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 跟珠宝敲在一起 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 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 不是让你来羞辱的 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 还有 好 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 不要再来找我了 看来小白兔急了 真的会有人 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 我爱心哪疗 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 彻底翻篇了 不想跟他们心哪儿有任何关系 还笑得出来 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如同屋里看花 本来以为分手那天 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 没想到还有余真 看清了挺好的 就当交了学费上一课呗 那这学费还挺贵的 那这学费还挺贵的 不过我仔细一想 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 大抵是开心多余难过的 那这么一算 我也不吃亏 这炒个价也炒出心得了啊 对了 今天谢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的花 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 虽然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我需要有地方 随时跟我说 我现在就需要你还 你的三下面 谢谢 尝尝 我来上海这么久 还没吃够一顿正宗的三下面 谢谢 你算是找对人了 这家面我经常来吃 虽然店比较小 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 含有真材实料的 开了这么久的车 排了这么久的队 要是不好吃 我给你试问 妈 你就放心吧 不是这样吃的 给我 要给它拌开 这样才能入味 来 尝尝 怎么样 怎么样 还不错 这可是道工负面 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的 而且要用太湖的河下 做法十分讲究的 现在租金这么高 物价又这么贵 很多店铺 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 也只有这家店 还在坚持手工 慢工出精品呀 又是县领菜 这份用心 我尝到了 我可是花了一百二十八块钱呢 大出血 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 你不是刚拿绩效吗 那也没多少的呀 我现在 降薪降薪 爱情不用当饭吃 但工资可以 对于我来说 赚钱第一 开笑吧 没成坏啊 三十两碗淘醋小排 谁位 我们的 谢谢啊 今天忙活到这么晚 要不明天请个家休息一天 每个月全勤奖一千五呢 走了 今天谢谢 给你吃吧 - 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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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